继续这里打一下窗户信息 如果不是的话就要用一个callback去调用 所以我给它放到那里面就好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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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添加任务是我们是有枷锁的 而且可以回去看刚才的代码 这里我们从任务队列里面取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枷锁的 所以这里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个是add然后delete的话基本一样的 也是一样如果 如果他没有找到那我们直接推出就行了 否则只有找到之后 那我们才给他打算数掉 就是我们的操作 然后poyvent 我们反复复 tweeting的话 这把这个复制过来 这里要改成应该是-1 -1的话才反复背话 否则的话它是添加成功的 再加一行 第八个 结合了 还是一样的 如果不是在当前IO现成里面 我们一样的用一个合调码数 这笔待遇 然后把这死子粘给 然后把这个东西粘给装成一个红 然后把这死子粘给装成了 把这个任务添加到任务队列里面 所以这里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添加一破的事件 或者说去删除这一破事件 其实都是处理线程安全的问题 就是如果它是IO现成自己去添加修改的话 它就是自己直接去执行就好了 如果是别的线程跨线程 就比如说我的组成react模型里面 我的主线程它去调用了 只线程的就某个IO现成的这个方法 那么由于是跨线程的 其实它这里的这个pilot是false 那么其实它就是给它做了一个回调函数 只是把这个回调函数给它添加到 我IO现成的任务队列里面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的一破事件还没有添加成功 那什么时候添加成功呢 是会等到 等到我的当前IO现成的一破坏 等它返回了之后 它从一破坏返回了之后 它会去执行我的当前的所有任务 然后这个任务里面就包含我刚才 去添加一破的那个任务 所以它这时候才会去执行成功 当然我们这里还可以给它加一个唤醒 是否要给它唤醒 因为我们添加任务的时候 它有可能 有可能当前正在一破坏的程度 我们希望它尽快把这个fd给它添加进去 或者把这个任务尽快执行了 这个莫名为foss吧 然后也是一样的 add里面 bol 等于foss 然后我们需要判断一下 如果需要wacup 那么就调用一下wacup函数 直接去换行就好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调用的时候 我们可希望它尽快添加进去 所以直接 执行下wacup 这里是说一处 就好了 然后我们这里还漏了一步 我们要把这个fd的指针 给它设置到e-point里面 不然我们到时候拿到 找到这个fd用d.cc里面 我们需要把当前的 这里的listen函数里面 我的listen.event.data 这个是这个 data等于this 要给它复制到这是指针里面 点ptr它的指针 这里是同样的 这只写到下面算了 这样的话我们在e-point里面 我们去取的时候就能取到这个指针了 还是一样的 我们回到我们的核心的路过函数 然后回到这里的逻辑 判断出如果它是 我们用fd-event的一个指针 e-point trigger.data.ptr 把这个ptr拿出来 做一下强制类型转换 如果是law的话 那直接跳过 这个我们处理不了 然后的话我们把它拿出来 首先判断一下它的事件 如果是触发可读事件的话 那我们就把pending 这里直接add task 我们直接把它的任务给添加进去 添加的任务就是 可读 这里要去写量参数 把它的方形给返回回 这里要去写量参数 然后我们把它的fdaevent.getHandle 我们去取它的读回调函数 再把读回调函数放到我们的代字型动物队链里面 同样的写也是一样的 然后的话处理完读写实践 其实就可以返回了 然后我们先把我们的wake.fd给它做成一个fdaevent 大家看到现在是直接添加了 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它做成一个 现在就不用特殊处理了 去写一个wake.up 我把fdaevent的写设计 写的写设计 写设计 這個模板也不太好用 然後我要繼承我們的FDE問題 所以 PublicFDE event 讓它直接去繼承就好了 由於繼承的話 然後這裡要寫一個 到底不用 我們在記錄點CC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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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触发这个毒事件 先写这个触发的东西吧 随便写一个东西就可以 假设我给他证明一个数据 一个一字节的数据 然后 好 行吧 直接去写就好 然后写的直接是 UF 写的直接数就是8个直接 写的长度是8就是一个直接 写完了之后 因为是飞祖赛 打个log 然后他的读回调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再把这几个直接读回来 这里要改一下因为是飞祖赛 应该是一直读8个直接 等于不等于 负1 只有当他得到错误是1而进 或者说我读到的不是负1了 不等于负1说明有数据可读 然后这个错误等于1而进 也是说明不等于1而进 也是说明有错误 只有当这个错误等于1而进的时候 说明没有数据读了 或者说你这里读他返回的 已经不是负1了 返回的是负1了 那说明他现在 已经数据已经读完了 这条件改弃应该是且 只要他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我们都一直读 一直等他不满足其中一个条件 就比如我现在读到的他返回 只等于负1说明数据读完了 或者说我现在错误等于1而进 不等于1而进 说明数据读完了 然后读完了之后 就打开在这 然后再返回我们之前的 event loop event loop的wakeup函数 那么这里的wakeup函数 我们直接 先改一下这里 这里的 我们去直接声明一个 event对象 wakeup waarför 叙面 带个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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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 这里直接去创建就好了 在我创建好wakeupfd之后 直接你有一个wakeup 然后它的fd给它复制结区 这样就好了 需要监听它的可读视线 优优独播剧场 这里好像不需要 这个 这个移回来 这个可以取得 这个IIT不去的 它的那个已经绑定了 然后再回到Untelope里面 这里去添加 那么我们需要调用Add方法就可以 AddTask方法 Untelope方法就可以 添加传入的 就是MyUntfd 这样就能保持逻辑的统一 把这整段封装一下吧 加一个Probably函数 Probably函数 AddTask方法 就说实话吧 它卡过来 这次调用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构构函数还要完善一下 因为这里我们构造函数里面创建这个Epo 那么构构时我们只需要去关掉这个Epo 就行了 Close myEpo Fd 去关闭一下 然后还有我们的指针 如果 可以准备 可以准备 正常来说 我的Evo.Lope系构函数也是掉不到了 因为我的服务是使循环 这个对象是不会极构的 然后基本的代码都写的差不多了 OK 这一节先到这里 然后下一节我们来简单测试一下